槍擊案昨天凌晨3時半左右 發生在印第安納州首府 印第安納波利斯市中心娛樂區一間酒店外面 當地警方說 中槍的三人都是荷蘭特種部隊成員 他們在印第安納州參加訓練 出事時正是訓練的最後一天 三人到市中心玩都沒有帶槍 警方到場時發現一個人傷勢嚴重 另外兩人仍然神智清醒 目前警方未有槍手的線索 但確定三人在出事前曾在其他地點 和人發生過爭執 荷蘭國防部證實 已通知三人在荷蘭的家人